后生可爱,未来可期 诗玉赛对阵泰国 中国男足彰显新生代力量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大场面还得看维世 就这场表现看,维世豪确实是好球员 主教练换人,非常及时正确 整场比赛泰国对战主动权 脚下技术比中国对强 维世豪是唯一的一个亮点 不要去吹了,赢的是运气,要认识不足 从东亚背起看杨科维棋执教 控场还不错,比土帅强 热身赛不算,试验阵型难免会出错 球队有些整体的意思 会输球,但基本没有大比分崩溃的局面 能力还可以,关键还年轻,未来可期 无锡和无磊必须弃勇 尤其是无锡慢而无力 本场比赛要是没有突如其来的一场雨 中国队必输无疑 实话实说,国族还是没让大家失望 不管是赢或是输 精神面貌至少焕然一新 中国队还是创造了好几个机会的 浪费了,泰国队也没有几个机会 脚下整体来说泰国要细腻一点 半斤八两而已 杨科围棋还可以 但是呢,有几点问题还是没解决 后防线的保护和回追速度 靠刘彬彬这球伤看来是不太行 还有没有速度快点的 扫荡型后腰 需要一把大铲子 有没有合适的人 当然也许确实没有这样的球员吧 别因为胜了泰国就找不到北了 要知道那韩国队非浪得虚名 人家是真金白银或真价实数位海外优秀球员所组成 中国队与其比赛少输当赢就可以了 应该有自知之明就行了 别高估了自己就行了 希望国族的小伙子们一步一步向风而行 加强自身的基本功 用心踢好每一场球 下半场该打442才是逆转的关键 分工明确,打发简单 以中国男足的技战术能力根本踢不了三中位 只能添乱 杨科维棋这个教练实在 既然除了维世豪其他球员拿不住球就打防守反击 起码我们前场球员能跑 维少能控,能传,能突,能抢,能防 靠运起赢泰国是偶然 从过程看国足处于劣势 无论传球轻重准度 还是传切配合以及场上灵活度都不如对方 所以别赢一场就飘 东方华夏泱泱大国 无论对谁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战胜对方 现在不胜以后也要胜 输赢可以改变 目标是一直不变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